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Journal的时间 有空港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梦又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邀请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 还有我?还有我? 很久没听过你的声音了 真必声,什么事? 我们答应了 什么事? 原来莫迪现在应该看最新的消息 应该就会赢到大船 恭喜恭喜 吃咖喱庆祝 这个路透社也访问了一位印度官员 我老板 是不是访问你? 不是我 什么事? 莫迪已经胜落 将印度改造星全球的制造重心 那么就打算推出亲伤的措施 等着,亲伤措施是本地 其实外面的商人进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回数据 他们就说很快 这个数据有多快? 现在印度占全球制造业的比例不够百分之一 中国就超过百分之二十四 中国也是领先印度八倍 你可以这么说八倍 很有潜力 而且这位印度高官 不开名的 不过路透社访问了他 我们可以的 可以和大陆抗衡 可以取代总局 最搞笑的是他说了这个 反而日经作为日本 作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就是澳洲、美国、印度和日本 他们是不是比较了解印度呢? 结果日经访问了一位 是印度裔的经济专家 当然他就说 不好意思 我没有信心 他也说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压住印度 但是西方想要的东西 可能永远都得不到 哇 这么厉害 说到这么绝对 永远 是的 他用永远这个词 也说 印度永远都不能替代中国 因为有两点原因 当然 他首先说 美国和他的盟友 为了压制中国的崛起 故意拉拢印度 这个盘算 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印度是永远代替不了中国 他作为一个印度人 他就说 有很多国家行为是相当绝劣的 也说 弥补西方军事能力的下降 还有 就是经济的疲怨 工业竞争能力的削弱 人口 老龄化和社会政治分裂 其实印度 可以是一个选择 但是 他也说 印度的续心战略是建立在什么呢?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个基础之上 两点是做不好 就是经济和战略上不够连贯 他的意思就是 你是以敌对的心态去做一个国家 有时候会被这种心态 难听说 是会 撒红了眼 我一定超过他 搞定他 其实是对的 你以这个心态为你就是为了 对抗中国 赢他 但是 你在当中会 有时候为了一些量力的数据 而不顾事实 或者是 不苗助长呢? 这个果然是他自己有的 很清醒 很清醒 我们看看 目前 就是两点 经济和战略上是不够连贯的 印度的经济规模大概是3.7万亿美元 在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派在美国 中国、日本、德国之后 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兼 一个委员会成员 桑雅尔 他就说 印度2014年到2025年 原来 经济规模就超过4万亿美元 印度的财长 西塔拉曼也说过 预计印度2026年的财政年度 就可以成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不过 按照 购买力平均 的计价来说 印度的国内GDP 到此时此刻 其实都不够中国的四成 所以没有办法代替中国在成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引擎 近年来 印度的经济增长率 是持续攀升 很多机构上调了印度金国财政年度的经济增长率 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及报告前景 亦都说 印度2024年国内生产中值的增长 是由6.2%上调到6.9% 理由就是公共投资稳定和私人消费强劲 IMF也将它的经济增长调到6.8% 并且就说 是全球经济充满挑战下一个亮点 这位印度的 专家学者 他就跟日经说 预期说印度的市场实力不断增加 倒不如说 为了消除疫情时的紧缩影响 也是政府大规模基建支出的结果 他就觉得印度 他土生土长后来就去了外国移民 就说 与其说印度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 其实就是因为之前他紧缩 现在花钱 他也认为印度面临一系列 是不利因素 包括不断增长的公共 和私人债务 不稳定的经常 账户的赤字 还有裙大资本主义 这个就厉害了 以及 难以根治的腐败问题 事实也证明了 将製造业务转移到印度 减少对中国依赖是比较困难 虽然印度劳动力成本 比中国低多少 你知道低多少 低多过一半 多过一半 是低三分之二 六成六 很大的优势 低过一半已经是很多会转过去 但是 这就不能够弥补教育水平低 生产率低 和产品的粮 和之前红海说的一样 产品粮不足 质素不足 这就等于有什么 比乌克兰的很流的 那些零部件 是否你自引 可能是 是 是 所以印度没办法 以廉价和充足有能力的工人 来抵消中国人口下降的影响 印度现在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 25岁以下的人口 佔四成以上 这个数字 令很多东北亚国家 相当渴望 但是 总和生育率 TFR是低于世界更替水平 即是2.1 另外 印度劳动力参与率 是55% 跟我们说的一样 就是 妇女 参加劳动率 世界来说 真是低得可怜 你知道 因为它是特殊国情 这个是特殊国情 通过在家里住饭 做假冒 出来做美贡 原来 他们 仅仅只有三分之一的 妇女参加工作 中国这个比例 是三分之一 就是多你三成多 以及印度 是 没办法取代 中国作为西方产品 市场的地位 印度平均收入 只有中国的 五分之一 即使不考虑新德利进口的 这个是怀疑态度 因为他很喜欢保护自己的企业 印度的需求也有限制 你看回人均的确是 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有个国家澳洲就炒车了 之前 联盟党 就是自由党 是国家党 执政联盟 现在就不执政 印度代替中国 可以的 买了 中国要买的铁钢石 牛肉去印度 葡萄酒去印度 牛肉去印度 没听错吧 这个好笑 因为他们不吃牛 不是不吃牛 不是 不是很多人吃牛 因为他印度教徒 市场很小 说真的 这些政客有没有脑子 说出这番话 是不是 豪涂酒这个也是好笑的 亦是做不到 现在就寄望大陆市场好一点 因为解除了 风感 他们的市场 比你的西方好盟友 立了不少 要加把劲力差 代重头收手 没有山河 没错 朝天缺 印度和美国日本和澳洲的四方安全对话 日渐色微 由此可以看到防务 合作 都是不切实际的 日经也说 西方没有办法 通过和印度结文 是违背 正视中国 实力是强大的现实 是的 其实他说得对 现在你和印度是深 而且他也说 印度 和很多西方的 所谓敌国 其实我觉得就是 俄罗斯 关系也不错 是不是 关系也不错 当然了 美国所珍视的单极世界 大马尔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过去了 现在的多极世界 趋势是不可以逆转 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有怨实力行不行 你试试和印度说怨实力 应该理你也吃安果 跟巴西也说不了 好 他说 其实新兴多极世界 并非完美无下 但是 这个趋势挡不了 没有合作和共存 气候变化和资源区乏 军事对抗 等等的生存问题 如果这些 是南方国家 不是一起解决 是没办法得解决 因为 他们已经 看透了 过去那几十年 靠西方 他们依然 解决不了 自身法治问题 是的 这确实是 是的 现在终于 来到 要醒觉也好 转身也好 已经来到这个点 但是你来到这个点 亦都能否回去 证明了 对 他也说 没有中国和印度的参与 减少全球碳排放的努力 是会失败的 当然 他也说 印度和西方国家 之间 必然会吹同的假设 肯定是错误的 直根于过时的世界观 哇 以为这个仍是单极世界 觉得多极世界 行不通的人 其实 最后只会 陷于自己不断的 生生世世的 这个错误当中 那么西方对印度的推进 可能会以 痛苦告终 你推不了他 对不起 特斯拉也推不了他 他是会有少少样的 但是 你知道他的这套制度 有些表面上 总性制度 其实总性制度一早就没有了 你问问印度本地人 又或者印度那么多人在海外 你信不信印度的总性制度完全被推翻 很公平 我觉得如果你敢问这个问题 印度的人会当你傻 还有 气候变化为什么真的那么重要 的的确确 印度这几天 我们记得有截多合日 印度变成了火炉 的的确确 他们在今次的大选里面 很多监选员和官员 已经因为 酷暑 好像有二十几个已经逃跑了 不知道 你说监选员是吗 对 我们看看最新数据 原来 印度有这个是热浪 东部的 奥里撒省 24小时45人 疑似是 热到是升天 令到这一轮热浪 全国累计的 疑似 热死了的人数 211人 而奥里撒省就是141人 50几度 还有很多人没有冷气 当然 新得利也很厉害 好像6月2日 印度西北部中部东部 的酷暑 就有点缓和 但是刚才说的 奥里撒省 依然是热到 真是出人名 所以 这些全球合作议题 尤其是气候变化 真的不一起合作 不行 印度也是一个大角 复原了复 这次大选 只是 选务和维持秩序的人 你听到都挺害怕的 有1500万人 是帮你维持 帮你点票 看着票站 澳洲只有2000多万人口 所以 多么可怕 当然 你知不知道有些地方 去投票所 要坐骆驼 或者骑马才能到的 是 雷仔也有 他们有报道过 因为 道路比较差 而且地方偏远 没办法 唯有用原始方法 当然 需要 政府也要尽量 但他能够帮多少 因为有人挂了也不好看 所有投票所 都要有遮蔽 亦都需要 供给他们 喝的水 但是 票帮人员长期在洪书 因为没有冷气 仍然是有 是你说对的 起码20多人 是不夹当的 起码20多人 不夹当的 我相信 未来几天就有少少缓解 但是 这个问题 是大家需要静视的 怎样也好 你不喜欢印度总理莫迪 但是民众 就是 无罪 莫迪大胜 印度的 股债 汇市 都一起同庆和 因为 怎样说也好 是否 他说他做得好 起码国家就不用换人 少了一个动荡 股票也 升了3% 创新高 路比的汇率 达到5个月以来 是 单日升幅最高 但是其他的 会否更改改呢 我相信也要 这样 这个 台湾又好像 活在其他地方 他说 印度旅历崛起 没有听错吧 是的 他就说 为什么呢 因为 今次选举 全印度8300名候选人 其中的797人是女性 跌了9.6% 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 因为上次 印度议会选举只有9.2%是女性 最后78名的女性在当选 大概是下议院席位的 14% 当时是最高的 因为现在还没点了票 大家知道还没点了票 这就不知道 当然 他又把台湾那套 什么履历 一听就知道是 六围石说履历的 他们也说 不敢后来他们也讨论 印度女子在社会的地位是低下的 当然 他们也有很多问题 这些女子 受教育程度 也不高 在部分地区 整体来说 当然 有钱地区 其实女子的 学历各方面 就好一点 但是 你知道印度很大 非常大一个国家 人口非常多一个国家 所以 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呢 看回印度历史长河当中 女性 社会地位也叫做 起起落落 印度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以崇拜女神的方式 展现对女性的专容 以这个九夜节为例 其实印度教徒 连续九日 就会是 敬拜 女神 到现在 的九个分身 而到现在就是 这个女性力量的象征 但是 不要忘记 印度社会也都从 废佛时期开始 逐渐出现 是对女性的弱速 现在当然 你说他有没有进步 肯定有些进步 但是你说到 女人你崛起 好厉害 你够不够胆在印度当街做个访问 问他们是这样的 你说是不是有进步 肯定有 但是 我觉得和其他所谓 民主社会 应该是男女平等的 你们经常说 民主社会 差很远 差很远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